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文化志工团 不定期的举办各类导览活动 推广来自宝岛台湾的优质文化内涵 尤其针对主流社区年轻族群 从地理位置到风土民旗 民主开放到美食文化 经由双语志工导览员的解说介绍 让民众身丽其境的神油福尔摩杀 为了增进洛杉矶联合学区学生 对台湾多元文化及正体中文进一步的了解 北岭高中和蒙罗维亚高中师生约70名 于5月21日参加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的挨台湾文化体验交流之旅 惊艳台湾享宴美食活动 活动从上午10点10分开始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 温贵堂主持欢迎仪式 接着由志工导览文化走廊 讲解台湾传统民宿记忆 包括吹墨画及天灯制作 介绍民宿服饰 台湾原住民舞蹈等 并且让学生体验台湾传统布袋戏 充分感受不同文化的冲击 透过这个志工老师的解释 让这些有基本的中文的 他们学过基本中文的这些 主要是一些美国医的 还有墨医还有亚医的学生 能够了解亲身体验这些文化的 一些实际上的课程 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台湾的一些 各种的发展 特别是让他们感受到台湾文化之美 台湾的美食 那也鼓励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台湾 旅行或是学去中文 因为我们会觉得台湾的中文的 这个环境是可以说是全华语地区 华人地区最好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多文文化 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那让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呢 对台湾有一个 有点感觉像是直接的认识 到了我们的乔特中心 就好像到了台湾一样 北岭高中摩洛维亚高中的 中文班学生来自各族裔 包括非裔 白人 西裔及亚裔 年龄大约在15岁至18岁之间 那位学生都对中文字体及文化 非常感兴趣 中文班的老师表示 由于公立学校经费有限 平时授课时只能靠图片及影片 让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很开心有机会让学生 亲身体验各种各样的民俗记忆 更加的激起他们对中文的动机和认知 加上每个学生的中文程度都不同 有机会让他们用与平时不太一样的方式 体验中华文化 也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